我弟天生坏种 他把我卖到眠北园区换妈妈医药费 他以为我会被挖空器官死无葬身之地 可我不仅活着 还混到了高层 25岁生日 一把手给我过生日说 问我想要什么礼物 我看着手机里的国内新闻上的照片 拿下蛋糕上的钞票使劲嚼着 我想要他的心 我错了 我再也不跑了 求求你们 我一定好好干 我真的不跑了 园区食堂的正中间 一个狭小到身不开身的铁笼里 男人勾搂着身子 满头是血 疯狂叫着 太吵了 拉出去让他闭嘴 笼子旁的餐桌上 染着黄毛的男人掏了掏耳朵 不耐开口 立马就有人起身将笼子的人倒了出来 拉到一遍拳打脚踢 很多刚来的人人 缩在角落 紧张又害怕地盯着这一场面 来园区已经半个月了 每天都有猪被关进猪笼里 这样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遍 新来的人总会自不量力地试图逃跑 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连园区都走不出去 最后被保安队的筷子抓回来 在食堂当众处刑 说是为了惩罚 其实是为了震慑新人 有的人挨了打扛了过去 为园区继续卖命 有的人被打没几下就被拖了出去 拉到了简陋的手术室 在园区 最后不听话的人 几乎都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进了手术室 毕竟 人身上有用的还有身体 在这里 没有法律 也没人会讲道理 要么服 要么被打服 猪挨了打 在地上打着滚惨叫着 胳膊被打折了 无力地垂在地上 我扫了眼有气劲 没气出的男人 叹了口气 今天医院又要多一份医疗垃圾了 血腥味在餐厅里蔓延 刚来的人已经受不了开始呕吐 不分男女 我端起手中吃得干干净净的餐盘 面无表情地穿过食堂 走到餐盘回收处 将餐盘扔了进去 然后从口袋掏出酒精湿巾 细细地擦起了手 身上的白大衣和地上的污渍形成对比 余光看向四周 所有人看向我 脸上流露出紧张和害怕 筷子凑了过来 笑嘻嘻地看着我 第二章 干嘛叹气呀 你不会又心软了吧 我挑了挑眉 向后退了三步 等闻不到他身上的汗臭味了 捏了捏鼻子 离我远点 脏 我适时地掏出酒精 在自己身上喷了几下 一脸嫌恶的表情 惹怒了他 毕竟除了爱德华 筷子是这里最大的官儿了 已经有不少人以为我惹怒他以后也要被装进猪笼了 一些新来的猪甚至已经捂住了眼睛 不忍看悲剧发生 谁知道筷子跟我对视片刻 竟然走开了 他刚坐回位置 一个穿着清凉的女人贴了上去 筷子哥 你怎么放过他了 依我看哪 张幸运就是欠收拾 我看向女人 认出了她 她叫孟欣 原先跟我同一个手术似的 因为不小心把猪崽的心脏戳破了 直接害爱德华损失八十万 爱德华派人将他送到了直播组 搞裸疗的 从进园区那天 我们就不对付 我知道 他嫉妒我 可笑吗? 在这里活下去就已经不容易了 他竟然还想着争宠 天真 我嘲弄一笑 怎么 都到了直播组还是学不乖吗? 没等他反应 我指着地上还新鲜的猪仔 送到手术室 死了不能用了你负责 孟欣还想再说什么 筷子极度不耐地踹了他一脚 就你这娘们话多 看着孟欣脸上的疾恨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术手套 静止走向不远处的简陋手术室 凉凉地开口 再不快点 影响我手术 你们都得死 我检查过了 一必行 跟我妈血型适配 我看向爱德华 她浮了浮眼睛 拍了拍西装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爱德华喜欢穿一身精致的西装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银边眼镜趁着她整个人有些斯文 与腐败透顶的园区格格不入 可这里谁都不会小瞧她 谁都不敢对她不敬 因为她上一秒还在冲你笑 下一秒就能面无表情地把你绑上石头尘河 爱德华听到我的话 笑了出来 放心 你现在是园区骨干 你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 这个心脏就是给阿姨准备的 如果配型不成功 我再做别的打算 再说了 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没做到过 她语气里满是真诚 我一脸感动地点了点头 低头卖力地动着手术刀 将一颗肾放进早就准备好的医用冷藏箱 爱德华一脸狂热地看着箱子 对我的行为赞许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筷子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一脸疑惑地看向她 她似乎也觉得不妥 止住了笑容 筷子一直都看不起我 跟我一起进来的那批人里 只有我是主动加入的 其他人要么抵死不从 闹着要跑出去 要么真的跑了 然后被抓回来 当成猪被宰了 我摘下头罩的那一刻 就没骨气跟爱德华进行了谈判 筷子说她最瞧不起我这样的人 我不会跑 我是医学院研究生 在医院外科实习过两年 我可以在你手下做器官手术 条件是 尽快找到跟我妈适配的心脏 我冷静得不像是被卖来的 迅速进入可绝色 并在当天以一场出色的手术得到了爱德华的青睐 原本园区内的医生都是半调子 有的之前只是个兽医 园区出品的器官总是出问题 客户很不满意 爱德华也很不满意 我的到来直接让这项业务重启 一天能卖出去二百万 比营销组的业绩可高多了 爱德华甚至给我开了庆功宴 放了烟花 营销组只有业绩达到五十万才能放的烟花 爱德华在我做完第一场手术后 放了整夜 听说养猪组的人对我很不满 他们团队辛苦几天养猪 甚至花更久的时间 才能骗到几十万 我一个人动动刀子 毫不费劲就能获得奖励 真可笑 不管到哪里 职场上的竞争都没有消失 就连诈骗组织也不例外 于是晚上 我就在宿舍遭遇了霸凌 衣柜了的白大褂上沾满了大份 鞋子里被塞了钉子 就连我的床上也被泼上了不明液体 带着恶臭 同宿舍的女生围着梦馨叽叽喳喳 我认得他们 直播组的人 他们观察着我的反应 得意洋洋地笑着 我倒掉拖鞋里的钉子 搬了把椅子坐在走廊上 准备将就一晚 东南的亚的蚊子比国内要毒 不多会儿 身上就满是毒包 巡逻的筷子来到我的身前 脸上带着坏笑和了然 你不是挺能的?怎么也被赶了出来 他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裸露的皮肤 眼睛似乎要粘在我的身上 我知道自己这张脸对男人的吸引力 因此在看到筷子的目光时候 我厌恶地皱了皱眉 眼不想要了 到了园区还立什么牌坊? 你以为你多干净 臭婊子 我白了他一眼 故作清高冷静 我可跟你不一样 你是自甘堕落 我是为了我的亲人 你个臭虫 等我妈好了 我会向爱德华申请回回国的 我还有亲人 你有吗? 筷子被我逗笑了 从口袋抽出一支烟点上 烟雾缭绕下 我看到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残忍 你是被你弟卖到园区的 我不信 回 我弟说 只要我来这里 这里会有合适的心脏 他就给我妈交医药费做手术 你弟早就拿着卖你的钱逍遥快活去了 你妈在医院早就死了 根本就没等到配刑 我不信 我弟不会骗我的 他答应我了 等我妈病好了他就会来接我回去 我们说好的 说完我冷哼一声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死心留下 你做梦吧 我妈跟我弟回来接我的 筷子气急 凉酒后不怒返笑 他痴笑一声 你竟然相信一个赌徒的话 我依旧不信 他一脸怜悯 掏出手机 打开国内新闻 一则社会新闻刺痛了我的眼睛 一男子母亲疑似医院手术操作不当去世母亲术中去世 儿子获得理赔金额五十万 尽管图片上弟弟的脸被打了马赛克 我依旧一眼从照片上看出 这是我弟 我心红的着眼 死死盯着照片 随后将手机还给他 一脸不信 你以为伪造一个这样的信息我就会信 筷子收回手机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去抢 挣扎的过程中 我不小心被推倒 后脑勺撞在墙角的石块上 昏死过去 等我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 在我的床上 被单已经换过了 我的头上也缠着厚厚的绷带 另一张床上的孟欣正在给自己红肿的脸上药 他看到我的动静 呃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不情愿地走出门 没过一会儿 爱德华和筷子来到宿舍我的床前 我抱着腿坐在床上 满脸是泪 一副受不了打击的脆弱模样 破碎的模样任谁看了都得心软几分 在余光里 我看到爱德华和筷子相视一笑的样子 在众人看不见的时候勾了勾唇 我到医院的时候 护士说你妈妈早就去世了 爱德华姨父处处为我着想的样子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如果我是普通的少女 可能很快就会沉浸在她的温柔陷阱里 可我不是 就你嘴快 我有没有告诉你让你先别告诉张月真相 筷子假模假样地自扇巴掌认错 啪啪啪几声 细眼的我都要信了 我急忙擦掉脸上的眼泪 拦住筷子的动作 替她开脱 不关筷子的事 她告诉我 真相只是不想看我被骗而已 我护独自的模样让爱德华一愣 随即笑了出来 拍着我的肩膀 以后好好干 这里就是你的家 放心 我就是你哥 我护着你 我感动地点了点头 爱德华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生日 说要给我过一个难忘的生日 她特别放了我一天假 还让筷子陪我去街上逛一逛 实则是在监视我 一路上我郁郁寡欢 吃饭的时候 在一个小餐馆里 我借口说要去厕所 上了二楼的厕所 筷子守在厕所门口 十分钟后 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我早就从厕所的通风口钻了出去 筷子慌了 火速打电话给爱德华 毕竟他陪我来的 人却丢了 不出意外 他也要受到处罚 而且 我知道园区的位置 和部分被卖来的人名字 如果我到国内报警 会给他们添上不少麻烦 爱德华和筷子带着人在附近找了我一天 终于找到了我 其实也不算是找到我 因为是我自己主动回到了园区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我坐在天台上 仰着脸看天上的星星 身旁是爱德华特意为我订做的蛋糕 蜡烛已经点燃了 蜡泪滴在了蛋糕里 隐墨不见 大老板爱德华坐在我的身边 我指着天上的北斗星 小时候我不认识回家的路 妈妈跟我说看着北斗星 跟着他就能回来 可我今天跟着北斗星一直走 一直走 说着我抹了把脸上的泪 我的妈妈不在了 我的家也没了 听完我的话 爱德华拦住要抓我回去的人 看着我 一脸阴沉问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特意为你准备了生日蛋糕 没想到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满脸伤心 我差点就信了 我想要一份生日礼物 我举着顺来的手机 登上了自己社交账号 从朋友圈里找到哥哥的照片 面无表情地从蛋糕上拿下一张纸币塞进嘴里 使劲嚼着 我想要他的心 爱德华冷笑一声 掏出手枪 上膛 枪口对着我 你自己偷跑 凭什么以为我能答应你 我吐出嘴里的纸扎碎屑 不在乎地开口 随你 反正我也没什么期盼 你今天杀了我 损失的是你 留下我的好处比杀了我可要多得多 我不信爱德华自己心里不清楚 对着良久 蛋糕上的蜡烛都灭了 爱德华轻轻吐了口气 脸上患上邪恶的微笑 当然 欢迎来到园区 我的伙伴 我知道 把命交在别人手里是不明智的选择 可走投无路的人 任何一根稻草都会狠狠抓住 爱德华知道 可他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故意的 爱德华带头给我唱生日歌 这番动静自然引起了园区的注意 不少人在园区从园区高楼窗口探头 看了过来 窗户厚厚的防盗网 明晃晃的钢筋铁板 无声 沉默地看着 像是在羡慕 在向命运屈服 我感动地垂下头 像命运低下了头颅 余光扫荐 爱德华唇角 擒着莫名的笑意 我也轻轻勾了下唇 就这样 我沉默良久 像是找到了发泄口 向爱德华诉说着我的故事 我生活在中国传统的农村里 有多传统呢? 那些封建传统一个不落在我家被封为传家宗旨 我原来的名字叫做昭帝 昭来弟弟 从小到大 我在家里 被嫌弃 被讨厌 我爸我奶都在骂我 说我是赔钱货 我讽刺一笑 我以为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所以他们才不爱我 后来我才知道 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全家只有妈妈心疼我 她是被拐到村子里的 她总是跟我说要好好学习才能走出去 才能活 她偷偷叫我写字 给我留鸡蛋 可就是这样的妈妈 被我爸强迫连续生了两个女儿 我妹妹刚出生 就被我奶扔到了桥下 说是过桥 直到生出了弟弟 我的生活才有所好转 我的喉咙耿住了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停了下来 一旁的筷子早就按捺不住 追问我后续 我抬起头 语气邪恶起来 后来我假装妹妹的鬼魂回家索命 给他们饭里下了毒 我亲手把我爸和我奶毒死了 我妈带着我离开了村子来到城里 我妈一边打工一边供我们两个读书 可我弟遗传了我爸的好基因 他不学习就知道花钱 刚上高中就会赌的 如果不是他把我妈治病的钱 我的声音耿住 双手捂住脸 像是想到什么极大的痛苦 爱德华接过话查 你弟因为赌钱把你妈的治病钱花了 他骗你说 只要来到我这里就能找到合适的心脏 实际上 他是把你卖给了我 换了五千块钱 我猛地抬头 惊恐地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 爱德华轻笑一声 你以为你们进园区前我们都不做档案吗 所以你现在是想加入园区报仇 我一脸稀奇地看向他 可以吗 爱德华痴笑一声 当然可以 我向恶魔袒露心声 说我的愿望 他说要用我自己来换 我说 好 因为只有拿捏住我的弱点 他们才会相信我 爱德华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为了笼络我 让我死心塌地为园区卖命 第二天就开始替我复仇 原本我弟就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不仅打架赌博 他还好色 高中毕业就跟着狐朋狗友把隔壁村开小卖部的女儿给睡了 乡下法律普及并没有很深入 事关女人生育 所以在奶奶提出给五万和解的时候 他们欢天喜地地同意了 随后听说他们把女儿嫁到了外省 杀猪盘开始 杀猪其实很简单 爱德华说用五步就能把我弟骗得团团转 第一步 锁定目标 分析目标 这里主要是要分析目标的性格爱好 这点上 再没我熟悉我弟了 我非快将一份我弟的详细资料送到了养猪组 第二步 根据目标人物的需求匹配人设 弟弟好色、好赌、性格比较冲动、脾气还大 拿捏她 找那种漂亮的、说话好听的、最好还是个富婆 杀猪组最不缺的就是漂亮女人了 第三步 培养感情、获得信任 弟弟常年混迹网吧、活在网络里 以一个网游女神的身份进入她的生活最好不过 爱德华听了我的话 立马找来杀猪组的头牌 齐天 一个声音难辨的男声忧 一百八十五的壮士汉子 操着一口欲解音 一开口 在场的几个人都是在黑黑直笑个不停 不出所料 我弟张晋很快就落入了这个陷阱 弟弟 你真的好厉害呀 下次还能带我一起玩吗? 初心皮肤我送你 放心 姐姐不差钱 对了你给我个地址 我今天让你带我打了这么晚 我给你点个外卖吧 这声音一般男人都很难抗拒 果然 张晋没停几天 就开始主动往陷阱里跳了 听到那边一声又一声的姐姐 姐姐什么时候在玩 我跟爱德华对视一笑 鱼上钩了 齐天收到张晋的地址 我看了下 不是我家 房子在市区里 点了附近最近的日料套餐 弟弟 姐姐也不知道给你点什么 这是姐姐最近吃的日料 给你点了 你也尝一尝 不敬意间的漏腹 能让对方有一种 你是高质量女性的错觉 花小钱养肥猪 这是一笔怎么算都划算的买卖 果然外卖刚到就听到了张晋田腻腻的谢谢 没过几天 齐天就把弟弟骗得叫宝贝 据齐天说 张晋真是粘人得很 宝宝 你今天陪我玩游戏吗 齐天对我微微一笑 遗憾开口 不行哦 宝宝 我舅舅让我接手管理他的公司 我最近真的好烦 都没时间陪我老公了 不过没事哦 老公我已经把新出的皮肤买好了 送到你账号上了 电话那头一阵敲键盘的声音 过了一分钟 果然听到张晋惊喜又感动的声音 宝贝你真好 我是不是花你太多钱了 宝宝 你给我个地址 我送你个礼物吧 要不然我去找你玩 听到这话 我急切地看着齐天 没想到他这时却打开电脑 示意我安静 按下早就准备好的机场播报的声音放了出来 冲着电话那头语音 宝宝 先不说了 我要上飞机了 见面的事情还是再说吧 随后当着我的面 齐天把手机关机了 我冲到他面前 像是一个急切报仇的疯子 质问道 明明他都说了要来找你 你为什么不同意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要告诉爱德华 你是不是条子的卧底 让你骗他过来 你懂不懂 齐天被我眼底的癫狂吓住 好久才反应过来 他看着我的身后 无奈地摊了摊手 我扭头 看向站在门口的爱德华 指甲狠狠掐着手心 他抓起我的手 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 让我放松下来 轻轻一笑 不要急嘛 张月 杀猪 当然是养肥了 再杀 要有耐心 爱德华跟我解释 猪 要养肥了再杀 现在张静只是放下了戒心 还没有完全心人齐天 你不想让张静一无所有吗 据我所知 你们家的老房子拆迁了 钱都在你弟那里 包括你和你妈的那份 你甘心让他挥霍 爱德华尊尊善诱 我如他想的那样 顺着他的思路走 所以你是想让他人才两空 爱德华得意地点了点头 我立马感动地看着他 对不起爱德华 是我误会你了 低头的瞬间 我没有错过他脸上诡异地笑 他却没看到我脸上跟他一样带着如出一辙的笑意 两天后 爱德华派人通知我 猪养肥了 让我一起去看戏 我来到养猪组 看到一个叫做猪饲料的房间里 爱德华和齐天坐在椅子上 身边站着的是几个新人 似乎是要现场教学 杀猪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心急 这样很容易被猪察觉 前妻的工作功亏一篑 都听到了吗? 我到的时候 爱德华正在教新人 看到我 他招了招手 示意我坐在他的旁边 一起观摩这场大戏 老婆 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 你都好几天没陪我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张进油腻的声音从话筒传出来 直接引起了我的生理不适 我皱着眉 双手紧握 一副恨不得立马杀人的样子成功取悦了爱德华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 我这才装作刚缓过来的样子 深呼了口气 前几天我不是说了吗? 我最近一直在公司待着呢 忙得要死 好想你啊! 对话框那头 忽然发过来一张照片 是一个美女跟一个男人吃饭的照片 随之而来的是电话那头弟弟质问的声音 这就是你忙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再跟别的男人见面 齐天冲着我们挑了挑眉 随机装作急切的、害怕弟弟生气的模样 声音已经带了哭腔 宝宝 对不起 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多爱你你还不清楚吗? 据我所知 弟弟最受不了这样较弱的哭声 果然 他的态度松软了下来 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齐天却握着手机 一副为难的样子 对刚刚的话题闭口不提 然后匆匆找了理由结束了聊天 我急了 不是说今天杀猪吗? 齐天神秘一笑 从抽屉拿出另一个手机 从别人那里知道想知道的事实 有时候比自己当事人知道更可信 说着 齐天输入了张静的社交号码 以闺蜜的身份添加了好友 一加上好友 弟弟就发过来一个问号 齐天也没解释 自顾自地发信息 我是绵绵的闺蜜 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才告诉你真相 绵绵经营的公司出了点意外 赔了一笔生意 要赔三百万 他舅舅要求他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把这笔亏损挽救回来 那个男人就是合作方的公子 所以绵绵是被迫的 今天这些话你不要告诉绵绵 我偷偷拿他的手机加你的好友 随后我也会删除 绵绵说他最喜欢你了 可你帮不了他 就这样吧 删除吧 说着不给他反应时间 就单方面删除了张静 然后飞快打开绵绵的社交号 果然看到一大长串的消息 绵绵 有苦我们一起扛 绵绵我帮你 我看到齐天在对话框输了一行字 又删除 再打 继续上出 几个来回后才缓缓打下拒绝的话 看出我的疑惑 爱德华解释道 反复出现的正在输入中 会让人产生一种对方正在纠结的假象 当然 这其实是反退为进 看我不信 爱德华挑了挑眉 不出意外 今天你弟弟就会转钱过来 晚上我看着爱德华手机屏幕上的转账记录 惊讶地叫了一声 他得意地笑了笑 可 你还是没把他骗过来 我要他的心 爱德华笑了笑 别急 快了 张静不停地给齐天转账从最开始的几千 到后来的几万 前前后后下来都快五十万了 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 张静快没钱了 老婆 能帮到你真的太好了 老婆我也没钱了 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我看到齐天把一个链接甩给张静 宝贝 我前几天就在这上面贷款了一百万 现在我还差五十万就能把亏空补上了 舅舅说 补上了就给我百分之二十的公司股份 你知道多少钱吗? 五千万 这样 我也不让你吃亏 你就拿出来五十万 等股份到账 我就给你两千五百万 到时候咱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弟弟忽然迟疑了 齐天下了一记猛料 他先是把贷款成功的截图发给弟弟 随即懂事地开口 没事的宝宝 我找别别人 我想着有钱一起赚 才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不过没事哦 老婆可以找别人哦 一听到 齐天要找别人 弟弟急了 立马发消息 别 我借 你等着 五分钟后 爱德华举着手机 说钱到账了 赶紧安排人取出来 然后 齐天当着我的面 将弟弟拉黑 我不解 爱德华神秘一笑 现在进入下一个步骤 先攻心 再攻身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坏掉的 有的人察觉自己被骗 清醒以后报警 有的人受了情伤 走不出去 很显然 弟弟虽然察觉自己被骗 但是他不敢报警 因为他自己手里也不怎么很干净 可放贷公司可不管他的手里是不是干净 他们上门要账 我弟弟拿不出钱还账 少不了一顿揍 过了几天 我收到了一份礼物 餐厅的每日杀猪好戏 我在《铁笼子》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他像是被筷子的手段吓破了胆 嘴里哆哆嗦嗦地求饶 却没有人理他 他一看到我 就冲着我嚷嚷 姐姐 你救救我 姐姐 你救救我 我带你回家 张月 还不快把我放出去 见我无动于衷 他破口大骂 没想到是你这个贱人在搞鬼 哈哈哈哈 你个贱女人 我出去了第一个弄死你 张静癫狂地笑着 我皱了皱眉 蹲下身子 视线跟笼子里的男人持平 我察觉我现在兴奋的手颤抖 这个人现在归我了吗 我脸上带着疯狂 吓得筷子一哆嗦 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爱德华塞给我一把枪 蛊惑的声音响起 杀了他 杀了他 就能为你妈妈报仇了 我忍不住摇了摇头 冷笑 杀了他太便宜他了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医用镊子 一把扎住他的手心 把他的手固定椅子上 我几乎是忍者呕吐 在桌子上随意见了一个被用过的牙签 扎进了张静的指甲缝里 看他不停挣扎 却始终无法挣脱 看他无能嚎叫 食指连心 我残忍地 插下第二根 疼吗? 比妈妈死的时候还疼吗? 我将一个为母亲报仇的女儿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餐厅里不少新来的猪仔紧张又恐惧地看着这一幕 在触及我的目光时身体色缩了下 呼得一声枪响毫无预兆 血色似箭 我面前刚还在嚎叫的男人捂着自己的胸口看着我 我呆呆地扭头 看向开枪的人 爱德华举着手枪 笑盈盈地看着我 太吵了 你下不去手 我就帮你一把 我下意识开口 可我没 打算杀他 爱德华眯着眼睛 脸上带着危险的笑意 怎么 舍不得下手 我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看着地上还在抽搐的男人 拉进手术室吧 我要他的心 在场的人听到我的话 惊恐地看着我的脸 我的脸上还带着血 不用想都知道很可怕 只有爱德华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 我亲手将张静的心脏挖了出来 随后将它装进了冷藏箱 送到了爱德华办公室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 他的心 我已经看过了 鲜活的 唯一的价值 就剩下卖钱了 我的话 成功取悦了爱德华 他承诺 等交易这颗心脏的时候 一定会让我在场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我手心为汗 将从张尽胸口挖出来的无限监听器 放进了爱德华的办公室里 那个装着他心脏的冷藏箱里 再次回到宿舍 我脚一软 直挺挺地倒在床上 心里涌现出巨大的悲痛 为了掩饰真实情绪 我双手抵住脸 肩膀在不住地颤抖 孟欣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半晌 以为我在笑 语气带着些瞧不起 还是你心狠 亲弟弟 说杀就杀 心说挖就挖 见我没回话 他缓缓靠近我 你不会是在哭吧 他的语气已经开始兴奋 我能想到如果被他察觉我实在难过 他会如何跟爱德华接我的底 我缓缓抬头 脸上带着疯狂的笑意 眼里确实有泪水 但在此刻昏暗的灯光下 像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魔 憋惹我 孟欣被吓得不轻 咒骂了几句 离开我的视线 不是没想过会死在边境 从来到园区那天开始 都做好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准备 可当队友死在的自己面前 温热的血液甚至溅到自己眼睛里 可自己还要装作无动于衷的时候 甚至在他死后 为了任务将他解剖 拿出监听器 想到这里 我的视线又开始模糊 因为死的那个人 是我亲弟弟 也是我的战友 想到了当初参加这场计划时 我们对着国旗立下的誓言 张岳和张晋确实是姐弟 是被我们营救下来的被即将迈入园区的亲姐弟 为了计划不出意外 总队找到我和弟弟 加入计划 几乎是在听到计划的瞬间 我们两个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我是法医 他是刑警 从继承爸爸妈妈警号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 这条路 注定不会安稳 我跟弟弟商量过 不管谁死了 都不要影响计划的进行 可当看到他倒在面前的时候 我脑子里那根弦还是差点没绷住 这是跟我相依为命的亲弟弟 我唯一的亲人 可我的身体到底还是提出了抗议 第二天 开始发烧 爱德华来宿舍看我 他坐在我的床头 替我噎好被子 想到就是这双手杀了我的亲弟弟 我的身体就忍不住颤抖 他感受到我身体的变化 没想到这件事对你冲击这么大 养好身体 我会让你亲眼看到你弟弟的心脏交易 我冲着他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 感激地点了点头 藏在被子里的手 早已经掐尽了手心 真怕 自己没忍住对爱德华动手 等他走后 我锁在被子里 听到关门声音响起 我在被子里深呼一口气 我不能白费地地的心血 一定要按照计划行事 哪怕 最后 我也会死 不出意外 园区的人更加畏惧我 爱德华是笑面虎 我是真的挖心要命 对园区的猪仔来说 我是比爱德华还要可怕的存在 甚至在我不知道地方 还给我起了外号 叫做挖心魔 筷子像讲笑话一样说给我听 我没有笑 只是一脸冰冷地看着他 直到他失去离开 现在我在园区的地位 几乎与筷子平起平坐 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 爱德华也如他所承诺的那样 交易的时候如约戴上了我 交易进行得很顺利 我看着爱德华跟对面的人交谈了几句 一声枪声响起 一便陡然发声 刚刚还在交易的人 忽然都举起了枪 爱德华 你竟然放肩听气 对面的人指着冷藏箱的底部 爱德华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面色阴沉地看着我 是你 无数个枪口开始对着我 我深呼了一口气 想要说话的时候 又是一声枪响 不许动 你们都给我蹲下 听到总队熟悉的声音 我松了口气 终于要收网了 看到我叹气的样子 爱德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你是条子 中国的特警和缅甸警方已经把这小小的仓库围得水泄不通 爱德华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缓缓放下手中的手枪 抱头蹲下 只是在此刻 他的脸上还是挂着三分笑意 仿佛还有什么后招 很快我就知道了 在缅甸警方 爱德华入口供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罪行共认不讳 也对我的罪行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就算是卧底 可他挖的每颗心都是真的 爱德华说得没错 所以一开始 我就没打算活着走出园区 我的这双手早就沾满的血 无辜地被骗人的 我亲弟弟的 我的这双手早就洗不干净了 所以在带着爱德华到机场转移回国的时候 我自告奋勇亲自押戒 我猜到筷子一定回来营救 因为在交易时 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我猜测 他是在计划开始的第一时间藏了起来 筷子一定要抓 对他最熟悉的人就是我了 你个婊子 我就说你不是什么好鸟 没想到你是条子 我冷笑一声 回扣住了筷子的手 喀巴一声 手腕骨折的声音 筷子成功被捕 一起压戒回国 我冲着总队笑了笑 结束了 可以回国了 可是我弟弟再也回不去了 我艰难地笑了笑 忽然发现一个红点出现在爱德华的胸口 想也没想就向他扑了过去 在爱德华震惊的目光里 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脸上带着解脱的笑意 看着北方的天空 原来心脏疼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挖了那么多人的心脏 这是我该得的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冲着北方的天空静了一个礼 那天晚上 我说了谎 我不是在看北极星 我是在通过北方的夜空 在遥望我的祖国 后继 计划很成功 无数个人被解救 追回了被诈骗的千亿资金 也让更多人免遭遇难 社会意义重大 在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里两个牺牲警员的名称 按道理说 牺牲的名字是不能公之于众的 会议上 有记者提问 总队 请问为什么要公布牺牲人员的名字 您这样做 是不是并没有考虑他们家人的感受 总队沉默良久 他们是一对姐弟 他们那么年轻 接受任务时却毫不犹豫 女孩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法医 如果没有牺牲 他一定会做出更多优异的成绩 记者席已经开始议论 显然这并不是他们先听的结果 忽然 总队捂住眼睛 声音沙哑 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会被公布呢 他们家 只剩下他俩了 他们继承了父母的警号 可是这警号 以后再也不会被重启了 场下 哑雀无声 在场的所有人都哽咽了 对不起